其实做诺言是最特别的一张专辑 因为那张专辑是在苦海女神龙之后发的 那那个时候在市场上 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唱了闽南女歌可能就回不了时了 就是很难再回到国语的这条线 所以其实 这样变陈英杰大姐了 就是说你可能会走另外一条路 那那张专辑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十天 那个时候因为很景气 出片十天就卖了十万这样 你说诺言 对 所以我想的好歌其实不太需要怎么宣传 不过这话在现在不能用了 现在真的不行 你是以网路世代来讲 这个公式不见得必然成立 对对对 现在是怪歌也可以 就整个环境我觉得是 做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 好 所以我这时候才要问李宜君说 以现在来讲 已经早就衣食无忧功成名就 也有美满的家庭 虽然歌谎还是那么的好 但是现在在出专辑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到底目的动机跟工作的心态是什么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做专辑 其实这张专辑我准备了将近两年 就是从唱片公司跟我谈 我就一直在挣扎 要不要做要不要做 因为我觉得整个环境的改变 然后再加上你是不是有这个必要要出新专辑 这些都是考量 那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唱歌是我的最爱 那我也很希望我能够有新作品 来去延续大家对我的记忆 这个是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我想能够有新作品的话 其实你也能够更了解 就是现代的流行乐 它到底流行什么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唱得这么新 就是罗志祥 对对对对 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啦 可是没办法 就算有办法的话 唱片业者他也不会 他也不要叫你去唱罗志祥的歌 对因为他觉得太冒险 对就是唱本球率来着 所以他觉得这个不行 所以就是还是做一个我们适合的东西 那其实我常看到很多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 可能已经为人父为人母 或者是在他的工作职场上 不断的在努力的一些人 可是你会发现 他们常会跟我讲一句话就是 他们不知道要听什么歌 因为他们觉得新歌 对他们来讲太难学了 然后老歌又唱太久了 不知道要唱 不知道要有什么样的音乐可以听 所以我想这次呢 其实我做这张音乐就是 也很希望就是 要服务他们 对对对 希望就是说 能够跟我一起成长的一些朋友呢 会喜欢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听听看这样的音乐 但是这里面没有亲子音乐 没有 一定要误会 对对对 亲子其实我很想做 可是呢 你的歌声 爱于我的声音 不适合 完全不适合 我的声音就是唱 有一点点希望 有一点点那种激励的歌 都觉得很哀伤 所以唱片公司都不会做考量就对了 对 可是你以前在带小孩的时候 你会唱歌给他们听吗 就是那种 是为妈妈歌手 是想只有妈妈 那有没有笑 没什么笑 然后我女儿就一直看我 你知道吗 我女儿到小学一年级 我记得她的毕业典礼 她才知道 我是歌手 然后她为什么那时候会知道 她有一天回家 因为小学之后 你就会可能会碰到 六年级的学长学姐 有那个毕业典礼 他们唱评剧 然后她回来 她就问我说 妈妈 我的老师跟我讲说 这个歌是你唱的 你是 你是 你会唱歌吗 你是歌星吗 对 其实她完全不了解 那你就承认了 对啊 可是她完全不了解 你是很高兴承认 还是有点紧张的承认 也不会紧张 就对啊 妈妈不是常常说 我要工作吗 那我的工作就是 就是唱歌 对 她其实也搞不懂 她的父母到底在做什么 就对了 那这张你有给她听吗 这张有耶 她最喜欢哪一首 她喜欢月光雪 月光雪 我们来听小段 月光雪是比较温暖的 夏天的雪 萤火冲向温暖的夜 飞舞在我们的心田 想起了我们 在冬季离别 月光雪 别熄灭 把这里紧紧包围 把这里紧紧包围 让回忆更近一点 我祝那天 我祝幸福的感觉 对 唱到都乱跳 对 我刚才眼睛在跟着扫描 她在不同段落之间跳跃 不过因为汪雪呢 我就会用一个比较 稍微比较 就像乐融老师讲的 比较甜一点的声音 因为这个歌我觉得 它比较有希望 有期待 然后就是 因为它就是期待下次 能够再聚首的那种歌 我觉得这次的词 其实也蛮多这些 比较风花雪月的 诗情画意的东西 对 有好些首都是这样 那当然梦红龙 就是也蛮明显的啦 有中国风的这样一个 一个企图性 对对对 所以你唱这样子的歌 你觉得呢 你以前当然也唱过类似的 可是不是那么强烈的那种感受 因为其实 我虽然自己是学精细长大 可是我反而很少唱这首 很中国风的歌 对 因为你的声线 也不是那种纯 那种东方你知道 归院女性的声音 不是 完全不是 你其实一直有一种 杨太的感觉 对对 就是那种 我觉得我是很中性的声音 没有那么女生的 你就是蔡幸娟在那边这样 没办法 其实我有试图过 但是做不到 你有试图过 对对对 而且不好听 试图是 这些人叫你这样唱 试试看 对 就是说 譬如说我觉得这个歌型 它是小调型的歌 可是你现在已经越来越可以了 真的吗 对 如果其实下午录音的话 我相信会更可以 因为我还没开响的关系 你以下的嗓子 就会突然那个发声位置很不一样 不过其实我在修改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你不想那么中气 我不想 为什么 我觉得我以前唱歌呢 是很硬 就是很阳刚的 可是呢 就是说 就像我们做一张专辑 你的服装 你挑的歌曲一样 你还是要跟你的人 现在的状态是契合的 这样子好女人哦 现在 对对 对啊 是你现在决定你要很女人 也不是 就是可能我给大家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 很多 很久没见的朋友 他突然看到我 他的感觉 他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些那种成熟的转变 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的 对 对啊 很美呢 谢谢 谢谢 撤影师拍得好 平常在家会做出这种表情吗 不会吧 不会 而且我平常在家从来不化妆的 我永远都是那种绑一个马尾啊 然后 你头发没有很长 还绑吗 会 可以 就是还蛮奇强的 然后 譬如说来我家帮忙的阿姨啊什么 他一开始来我家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对 因为是外籍人士嘛 然后 来我家帮忙 然后他就觉得说 哇 这个老板到底是做什么行业 为什么到了晚上啊 就画了这么妖艳 然后白天都是那个样子 对 然后白天呢 就这样 然后呢 他还跟我妈妈讲说 老板的样子差好多跟白天 所以 所以他一开始呢 还有质疑我的工作过 所以你晚上到底在干嘛啦 跟他讲一下 没有 后来他才 后来他知道 就是他在我们家帮忙久 他才 他就知道 他晚上都去做秀就对了 对就是说 有的时候有一些演出啊 或者 或者是说 有必要性一定要化妆 所以我还觉得蛮好笑的就对了 对 老板差很多 对 他觉得说 哇 这老板 他心里一定想说 老板到底在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到晚上就这样子 哈哈 这是真的 他还说 差很多 哈哈哈哈 其实你女儿也这样跟他讲嘛 妈妈白天晚上都差很多 对 不过小孩子比较喜欢 小孩子其实没有太大的感受 就是说 父母有什么太大的怪异的感 对 他就是看你就是 你是他妈妈 你是他爸爸这样子 好 我们最后再来听专辑 最后 你挑一首你喜欢的歌 你找的 我要介绍这首歌呢 是在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 我也不知道老板 为什么要放在最后一首 可是他的编曲 跟他的整个的歌型啊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因为他很延续 我以前唱歌的这种风格 就有一点点rock 然后 那个 在唱起来是给 给听歌的人会有那种tone的感觉 口气比较重一点 口气比较重 而且我很意外的是 居然我女儿是最喜欢这个歌 就是小朋友都喜欢这个歌 你刚才说他喜欢月光学的啊 月光学也是 这个歌他也非常喜欢 他说他喜欢他的编曲 因为他 我女儿是学音乐 十一岁 他喜欢编曲 对对对 因为他从中班就弹钢琴 是是是是 所以他说 他觉得这个编曲非常好听 那我自己听我还觉得说 蛮意外 小朋友居然喜欢这个编曲 对 好我们来听一段清唱的 还是选择放手 你不想让我牵手 也不想给我自由 爱的太多伤心泪流 一切在从头 想要爱你的借口 离别在你分手以后 为爱守候 为爱而留 可不可以不要走 但我还是要说 你现在唱歌都 都是很甜美的 真的吗 李仪君你完全走甜美路线了 我没有觉得痛 真的吗 真的好甜 后面痛 后面痛 对对对 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很幸福了 所以 现在会需要长跑大路吗 还是 对对对 几乎 有半一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 都在内地演出 对对对 好希望大家来多多支持这张 李仪君久违的全新专辑 对像我昨天去上桃子的访问 他问我下一张要什么时候出 因为这张跟上一张隔了四年 我说可能再四年吧 然后他就这样 不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能会快一点 希望你们会喜欢男人会 谢谢 谢谢 Zither Harp